记者苏永耀台北报道,副总统陈建仁今日上午接见第25届幼奪奖得奖人,除肯定得奖者在幼教领域的耕耘与付出,并说明政府致力提升幼儿交保服务品质及减轻家长育儿负担的具体作为,让我国学前校保制度更上层楼。 副总统致辞时表示,中华幼儿教育策进会创立20余年来,对国家幼儿教育政策之推动贡献良夺,除了努力提升幼教从业人员专业智能及幼教政策宣报外,同时透过幼奪奖征选活动,表扬优秀幼教从业人员,倾诉有两典范,以作为同业学习榜样。 副总统指出,幼儿教育是孩子终身学习的重要关键,也是一桃中卯,W,林前幼儿是木桃,H,境遇内容,对幼儿的生,C,情谊教育,Effective Education,例如人际沟通,情绪教育均有正面的价值。 副总统说,得奖的幼教先进长期投入心力,经营一个好的幼儿园,是启动孩子们学习的关键,也是奠定国家人才培育基础的最大助力,可说是相当有福报的重要职业,尤其是现在父母生的少,对于幼教都相当投入与用心。 第一线的幼教老师也要直接与父母接触,沟通,是台湾教育基础打底的重要工作。 谈及政府幼儿教育政策,副总统表示,台湾少子女化现象尚未淑解。 2015年妇女总生育率虽逐步提升至一, 18,但人为出生率最低国家之一,参考各国经验,建构符合家长兼顾职场及托育的教保服务,是提高国人生养子女意愿的主要用因。 蔡总统教育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让家长减轻负担,透过多元化,公共化的教保模式,增加家长选择可负担的托育机构机会,维护孩子哲学的权益,整体提升两岁至五岁幼儿就读幼儿园的比率。 副总统强调,希望借由实施各项措施,协助幼儿园整体提升教保服务品质,让我国的学前教保制度更上层楼,这是成就孩子未来的最佳后援,同时也是扭转少子女化危机最重要的作为。